高房价是导致不婚不生的主因吗 调查结果颠覆了大家的想象 数据显示在结婚前没有房子的人 结婚率跟生育率竟然都比有房子的人 高出至少是10个百分点 而追根究底这依旧是跟职场风气有关 女性被迫改变了生涯规划 上班族梁先生在公司负责网站营运相关的工作 30岁的她有计划的存钱投资理财 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在30岁能买房 被问到高房价和台湾年轻人的不婚不生 有关系吗梁先生说 往上爬或是薪水慢慢往上升的时候 还会进一步考虑下一个阶段的计划 像结婚或生小孩的部分 像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 她目前就是目前是在交往的阶段 还没有结婚 那主要是因为目前他们认为 现在是高房价 就是房价很高 然后目前的经济能力没有办法付单 这么高的房价 所以就还不打算结婚 年轻人很难没顾虑 但根据内政部最近公布的资料显示 30到49岁青壮年无房者 结婚率是67.23% 比婚前有房者的47.71%还要高 而且无房者的生育率是58.36% 也高于有房者的40.31% 直接写出外界常说的房价太高 导致年轻人结不了婚 不生小孩 应该是一个听似有理 但毫无确实根据的说法 政府似乎是直接打脸民间的感受 很多年轻人 他不见得买得起房子 他买房子是依靠家族资金的奥元 或者是靠父爸爸父妈妈 来帮他付投其款 目前是依照国外的网站统计 目前台湾的房价所得比 在全球排名第16 那这个网站 他是用新建案房价 而且是用食品 把他空测扣掉之后做计算 所以他算出来 房价所得比是16 比内政部所计算的9倍多 还要更高一点 专家认为低结婚率或低生育率 是多重因素导致 高房价当然是其中一项因素 而没有房的人结婚率比较高 可能就是因为一直都买不起房 另一种可能则是买房了负担太重 所以不想生小孩 其实台湾的高房价 高工时等等原因也会造成 买房很贵 更贵的成本还有 像是女性结婚生子后 对工作的影响 还有育儿的经济压力和照顾重担 这可能就会造成买房更困难 针对台湾现在目前低生育率的问题 我们认为它的关键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现在的政府的制度 没办法支持家庭双薪共同育儿 也就是在家长 在一个家庭进入婚育阶段之后 可能会面临生活上面的重大改变 可能包括了妈妈可能会育儿 因为育儿而放弃工作 或者是离开职场 那爸爸也可能会因为 如果妈妈今天如果离开职场 爸爸就要承担更重大的经济的负担 要让人愿意生小孩 需要更友善的育儿和职场环境 现在台湾的育婴价非常的僵化 非常的难用 基本上是大家都知道 可以领六个月八成型 但是其实现在的育婴价 只能以育儿为单位来请领 而且只能用到小孩满三岁 这个对于育儿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用的制度 甚至是用不到 因为现在我们想象今天家长把小孩 顺利送托给保姆好了 那家长还有哪些亲自照顾的需求 第一个常见的就是学校肠病毒停课的时候 一次停课就七天 一年不可能只有一次 那可能再加上小孩上学 进入团体生活之后可能容易发烧 生病感冒 这些家长都需要假期来应议的 其实育婴价弹性化是国际的趋势 扩大零到两岁的公共托育服务 弹性的育婴价制度等等政策 才能让人赶身 高房价不是低生育率的唯一因素 很多原因缓缓相扣 政府发育儿津贴 抢救生育率这么多年了 应该要重新思考各项政策 有没有到位 TVBS新闻张正安 王一杰台湾不到 而听到生迁两个字 多数人都非常期待 但是专家提醒说 如果有四种状况发生 就必须仔细评估 甚至是拒绝 包括了生迁是不是符合你的目标 是不是会牺牲掉自己的生活 还有这一项管理职 是不是在经常换人做 以及自身是否具备领导能力 都必须详细评估 经理你好 那跟您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专案的进度 最后已出社会十年 换过五次工作 不同于一些上班族 努力工作想得到公司肯定 获得升迁机会 他则是拒绝升迁 当主管 如果想要把握这个主管机会的话 你要先做储备干部 那公司提出的奖励制度的话 是当储备干部可以再加一千块 那其实我接个案子 或者是我假日做个检材 都会比这个加级还要来得多很多 就以一般加薪的条件来讲 可能加到原本月薪的20%以上 我觉得才会是对一个人是比较有比较大的诱因的 认为升迁是长期抗战 薪水多纳一点点 但得承担更多责任 上班时间也变长 更重要的是 现在能够兼差的选择太多 若想增加收入 升迁已经不是唯一选项 有些人可能接下来会有其他的生涯规划 那因为现在鞋杠真的很多 所以就不会是想要用主管职的方式 去做自己的那个方向 如果想要待一个五年十年 比较长期的 那我当然会考虑说 我是不是该接任主管 这样子的话 有机会可以向上发展 但是如果我其实 就是想要在这间公司 短期留任 然后预期两三年之后 我想要培养经验 然后再做转职的话 那当然就可能不会考虑 接任主管这个工作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大多人认为升职后 工作压力和工作量明显增加 工时也变长 在来市下班休假 也时常要处理公务 更发现曾有过 升迁经验的上班族 事后因此感到焦虑的比例 近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七 若以全体受雇就业者 九百二十八点六万人 即有过升迁经验 百分之三十二点七 的人来估算 大约有两百零九万人 罹患过升迁焦虑症 薪资的增加 跟这个工作时间压力的增加 跟责任的增加 没有办法成为这个正比的时候 甚至就是没有成就感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这个拒绝 公司这样的一个 这个升职的一个安排 职场上努力争取升迁加薪 听起来是一件 理所当然的事 但人力专家就建议 上班族在接受升迁之前 应该要慎思 因为升职不定符合 长期的职业目标 再来一旦升到管理职 可能会牺牲掉 原本的生活品质 若是部门主管一直在换人 那么公司提出的升迁邀请 也必须慎重考虑 另外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领导者 当这种管理职 有时候可能要去迎合更上级 比如说CEO 或者是老板的这个心情或策略 会变成说这个管理职 有时候会离职率比较高 波动比较高的情况下 有时候你就会被迫去填这样的一个 这个空缺 反而会有点这个吃力不讨好 那最后一点可能有些人觉得 他本身就是个性上面 比较没有这种领导统一的这个能力 比较适合做幕僚的一个工作 并不适合这种担任这个管理职 但也可以发现 为了追求工作及生活平衡 现在年轻人好像都不喜欢升迁 薪水增加一点 工作量却暴增 导致管理职成烫手山芋 专家表示 公司必须思考 给管理职的薪资是否符合工作量 而且若是没有丰富的培训资源 也会让想当主管的人忘之却步 主管的压力跟薪酬福利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做调整的 才会让大家不想要去当主管 可能钱给的不够到位 然后可能责任的部分 跟复杂度的部分 可能太高了 甚至公司没有给这些主管一定的训练 或是在很多事情决策上面的back up 才会让想要当主管的人会忘之却步 一旦升官后 压力工作量责任随之而来 现代人越来越有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观念 升迁不再是最好选择 TVBS新闻 罗氏彭德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疫情之后航空业谷底反弹 根据观光署统计 去年国人出国高达了1179万人次 长若航空一口气释出了上百个职缺 大学毕业起薪是43K 今年也将禁用200名的机师 另外新宇航空也开出了82个职缺 超过5000人上门营诊 拉贝受访家变因 先说这不是负面新闻 只是接受我们访问的George 才刚录取外商航空公司 想要低调一点 我大概从毕业就开始在准备这份工作 那其实我想要当空服员 是从高中就开始有这个想法 高中就对航空业有憧憬 大学毕业后应征过几间航空公司 这次终于考上了 那其实我觉得你有把基本的练习题目 像是自我介绍 或者是为什么你想要当空服员 为什么你想要加入这家航空公司 这些你可以自己想得到的问题 考官多少也都会想问你 那因为是外商 所以是全英文的探讨方式 所以会建议大家平常 要把英文能力准备好 旅游全面复苏 航空业大举招募 春笋般的所有的航空公司 都在进行招募 那之前的话在疫情期间 其实有非常多的情形 是因为航空公司不堪亏损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勒紧裤带 疫情过后突然之间 我们这旅游业开放了以后 航空业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星际队扩大运能提升 航空业也持续的真才 就以长荣航空为例 宣布启动地勤的招募 预计聘用19项不同职类的地勤人员 超过百名职缺 而另外新宇航空开出的82项职缺 也已经超过5000人应征 强人航空今年将引进三架 波音七八七九克机 一架波音七八七十克机 一架波音777F货机 释出的职缺包括运务客服 工程师财务医师等 此外华信日航亚航也开出地勤职缺 这个行业它本来就是一个 劳力密集的产业 非常需要各种人力 那地勤其实在地面 做很多的服务作业 是只要少了他们就没办法进行 那第二个当然机师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一台飞机如果没有机师 基本上就飞不起来 所以机师虽然是稀缺资源 你抢得到一个机师 就有可能机会多费一个航班 多赚一些钱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是 大家比较少看到的是维修人员 因为维修人员的那个 养成的时间需要非常的长 尤其是其实这台飞机 有没有修好有没有把关 其实对全机的人非常重要 不管那个人 机师再会开飞机 只要飞机维修出问题 飞机就会有非常大的疑虑 航空业历经低谷两三年 整体大环境影响下 薪资福利条件或许不比过去 但相较普通上班族的起薪 还是很有竞争力 一个月算起来 其实航空公司来说 我们现在的飞行加级 还有包括底薪 过夜津贴加起来的话 平均来说都会有七万块钱以上 以长荣来讲的话 甚至现在因为最近加薪的关系 也因为这样子让空服员 新进空服员的薪资 甚至越升到一个月 至少有七万到八万以上 这是我们听说的 那你说像地勤的话 以长荣航空最近招募的时候 他们公告出来的薪资 就是四万三起跳 抢到越多的地勤 越多的空服员 越多的集食 你才有条件去征搬支撑起 需要的营运的量 那因为其实整个社会 现在的重要是 因为很多人离开了 那要再回来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因为这工作 他本身是轮班的工作 然后时差要应付时差 那机场也不是一个 很舒服的工作环境 所以要找人 其实都不是很容易 但很多人离开之后 就不一定会愿意再回来 那这个终身带的人离开之后 其实要补上来是最困难的 因应持续爆发的全球旅游 航空业必须先补足人力缺口 才能无后顾之忧的展翅高飞 另外过去医师律师会计师 是许多人的梦幻职业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 最新调查发现 高中生百大热门科系 台大医学系 从17名跌到了26名 更多学生似乎对工程师更感兴趣 但学者分析 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从医 必须要具备三项的人格特质 对着镜头畅谈自己 选择医学系的理念想法 杨昭大医科生黄同学 早早就设立重移目标 高中选三类 努力练书 现在来到大四阶段 准备迎接实习 对于逐渐往白袍之路前进的他 充满理念 当初选医学系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兴趣 对就是因为我自己对三类方面 可能生物科方面也比较有兴趣 然后相对来说 可能物理数学不是我擅长的部分 所以最后再选择下面就选择医学系 黄同学未来目标以内科为主 有着乐于助人团队合作的精神 加上学业成绩优秀 一步一步迈进医师目标 就算工时长 医病关系日渐紧张 仍不见黄同学从医之心 就是做这个工作来说 沟通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那包括现在大家对于医学知识的接触 可能会更普遍 然后也会更方便的情况下 那当然也是督促我们可以一直持续的去学习 然后在对于沟通上 或是医学知识上面 我们都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就是去设计这些资讯 然后也可以跟病人做一个更好的沟通 而在年轻学子的选择上 医师虽然仍旧是梦幻职业 但却不若以往抢手 113学测成绩公布 学测6项科目目标没有太大变化 但大学问网站发布的百大科技热门排行榜当中 多间顶大的医学系排名都有所下降 台大医学系第17名降到第26名 而国防医学系和成大医学系甚至跌出100名以外 医学系这方面的学生 我会比较期待他有几个特质 如果这几个特质的学生 我们非常欢迎他来医学系 那第一个特质就是他能够团队合作 他能够跟一群人合作 而且是一个领导者 那第二个是他能够好好照顾自己 因为不能把自己照顾好的人 恐怕没有办法去照顾别人 那第三个就是要有慈悲心 Z世代医科选择不弱以往 专家分析原因 一是工作观念改变 现代人更注重生活品质 一般医师往往工作时数长 第二是医病关系日渐紧张 若缺乏好的医病沟通 容易引发医疗纠纷 第三是培育医师不容易 大学学成长 时期加上住院医师的时间 培育人才真的不轻松 有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 越来越会去重视生活的品质 所以说才会一直有这些公词的内容 但是非常多的工作 你真的需要 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真的没有办法去省那个时间 张家恒正当儿立之年 早期就读收医系 而后考后学士班 投身医师工作 目前在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马上就可以分派目标的耳鼻喉科 张家恒投身医师之路 花了不少时间 高薪背后至长年累月的训练 也让不少学子转往理工高阶工程师 选择上才会出现变化 认为说其实每个行各业都有面对到自己 就是的挑战 就是你真的没有做过 其实不会知道它就是里面 就是实际上是发生什么事情 是背后需要花更多时间 在你下班之后 上班之前再去做准备 所以最重要的能的话 还是要考虑自己真的喜欢什么东西 有别于医学系排名选择下向 药学系则是逆势成长 大型连锁药妆店开缺增加 毕业生出路广 北医阳明交大传统药学系依旧热门 技职提系的嘉南药理大学 大人科大药学系 都挤入科大热门学系的前40名 我那时候刚毕业的话 月薪大概会落在六万多到七万多 然后后续的话可能在医院的话 就是配合一些 可能教学研究等等 会有在升等 当然薪水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还有谁的年次也会有调整 这样子 看到连锁药局的一个兴起 也让这些药学生 以及像生物科技的发展 制药业 这个所谓精准医疗等等 这些都跟药学相关科系有关 所以也让药学科系的这个分数 可以说是水涨船高 医科光环悄悄退却 药学专业 历史兴起 Z世代的未来选择 出现微妙波动 TVN新闻 曾盛委 蓝月明 台北采访报道 但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最新调查发现 年轻人对吃非常舍得 尤其是25到35岁的消费力 到相当强劲 几乎每个月都固定跟朋友聚餐 也让餐饮业热升全台湾 第八个破罩源的产业 要吃沙拉先摇一摇 喝茶也很有仪式感 漂亮的玻璃瓶声 让餐饮体验更升级 看着年轻族群的社群影响力 餐饮品牌不只要好吃 好拍更是标配 目前我们消费的年轻课程 如果说以30岁以下 就高达40%左右的一个比例 所以整体的比例其实还蛮高的 现在为着这个日式的高档烧肉品牌来讲好了 特别是中午的用餐时段 还有晚餐的用餐时段 其实在年轻人的消费的比例 其实还蛮高的 如果从40岁以下的消费者来看 却是占整体的六成已经过半 业者在品牌推广上 也更朝此方向迈进 如果说大概是以30岁以下 那这些年轻诸群 虽然平均的客单价以锅品牌来讲 可以高达大概是650块左右 那如果说以这样子比较日式的高档烧肉价 平均客单价可以到1600到1800左右 其实对于就是目前的时下年轻人来说 他们愿意会多花一点点钱 来去好好去犒赏一下自己 年轻人用难得的一顿精致料理 犒赏自己是最有感的小确幸 根据2023年6到8月的一份调查显示 25至35岁可支配金钱中 花费占比第一名旧式餐饮 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三 其中超过一半 每个月和朋友聚餐一次 也有约百分之二十一 每两周就聚餐一次 像是主打吃饭搭配酒类饮品 还可以看运动赛事的餐厅 锁定的客群正是25到35岁的族群 欢乐的用餐氛围 也很符合他们喜欢热闹的感觉 我们有大幅提升蔬食这样的一个餐饮比例 所以让不只是吃肉吃蔬食的人 都不会受限来我们餐厅来用餐 那我们也增加了蛮多 不管是调酒或者是一些不同饮品的选择 根据经济部的最新调查 2023年台湾餐饮业的总营收 是达到了1.02兆元 是继半导体网通 还有一些机械设备之后 第八个破兆元的产业 不同单位做出的调查 虽然有些微差异 但都显示年轻人愿意在餐饮上花钱 尤其周末聚餐 每人平均花费可达581元 比平日的405元高出176元 我们发现现在餐饮业有一个比较M型化的趋势 也就是说大家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犒赏自己 像是我们更高单价的Find Dining 5000块8000块 他们一餐只要食材够好 他都吃得下去 那另一方面他是追求极致的高CP值 比如说他要越多 俗又大碗 越便宜越好 现在年轻人有几个 叫做活在当下 跟所谓的好好的犒赏自己 更重要是经营自己 跟经营自己的社群生活 所以这是年轻世代价值观有很大根本上的改变 那第二个我觉得是 跟社群媒体的交互作用有关 当越来越多 年轻人愿意分享自己的社群生活 然后美食是最重要的主题 对年轻世代来说 用吃犒赏自己相对容易 尤其餐厅的设计风格 摆盘能拍照打卡 或是获得好的用餐体验 又或是具备永续理念 都能吸引他们的目光 他们并不是乱花钱 他们是懂得去安排他们的资金的运用 所以他们会很聪明配置他们的可运用资金 相对于上一辈的餐饮金钱观大不同 尤其几百元甚至几千元的一顿好料 也是年轻人在经济能力范围内 可以跨足的门槛 因此也练就他们对于吃 出现一套自己的认知 TVBS新闻和这样的一些单词会报道